與氣師恒相前,來一起緬懷他的78周年 他由於這個,是我們這個加南大俊重工100周年 重工100周年 那在這個時候,其實我們看著加南平原 看著這個加南母象,成為他們的鼓掌 那看著,許說來這個烏山頭水庫,來這邊 這個,烏山丸的重工,是非緬懷八田祭司 對台灣的貢獻 那所以呢 雖然現在是靠命19的疫情 但是,疫情並沒有辦法組合 對於八田祭司的一個深淨 對他的緬懷 那也感謝加南農天水利會 對於這個加南大俊的一個維護 讓這個水利設施,這麼重要的水利設施 能夠,得以再拜年了 能夠服務我們這個加南平原的這個農民 能夠讓他們的水清供水 沒有這個難得之餘 這件事非常感謝他們 市長,那個關於這個 目前就是說,台南市 從明天開始,整個水清的那個燈號 是從那個焦點黃燈 然後會實施所謂的緊要供水 那現在目前會只要這個抗疫的重要時間 就是說,不但要呼籲大家勤洗手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是防疫三保 那所以說,我們勤洗手是必要的 但是,當省則省、單用則用 我相信大家都勤洗手 然後保持身體健康 對於這個水清,其實也沒有說嚴重到說 大家都沒水口用 只要不浪費用水,我覺得就可以 更何況,我們接下來就是晚間減壓供水 黃燈的燈號是晚間減壓供水 並不是就是停水 那如果真的黃燈再往上變成燈 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的措施 譬如說,游泳池、洗車 相關的這個部分才會受影響 但是,民眾勤洗手這是必要的 所以說,我們覺得其實 這個部分也要呼籲民眾節約用水 但是,當喜則喜 這個應該是不會影響到民生 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防疫 這點,我們是要特別借這個機會 跟民眾呼籲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水清已經變了黃燈了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會特別注意到 一些跟民生沒有相關的用水 或者是節約掉 那這樣子,民眾的這個洗手習慣 我覺得其實把身體保持乾淨 並不會影響到這個水的供應 整個抗案的措施 抗案的措施部分的話 工部門有沒有要做一個超前的一個準備之類的 比如講,像您剛剛所講的用水方面 或者是說公共設施的一些用水 我們也要做一些節約的部分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如果這樣進到長庚 我們的一些非必要的用水就會停止 譬如說游泳池 可能它的換水的時間可能拉長 那或者是我們像這個河樂公園 它的一個清水環境 可能就沒有辦法再來提供服務 那但是最好是希望說即將到來的梅雨季節 能夠給我們即時雨 那能夠舒緩水情 那這是大家都沒有問題的 那萬一這個其實從玉燈轉黃燈 那如果希望說將來如果有水情 到有雨水供應的話 就不需要轉成長燈 那如果必要的話 真的不得已 燈號才會向上提升 這點是要跟各位報告 在現階段大家只要注意 這個我還是提一遍 當喜則喜 當省則省 當用則用 那防疫的用水應該不會影響到 這個我們的這個供應 目前為止我們會呼籲像工業區的廠家 還有這個像科學園區的廠家 用水的部分能夠稍微節約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水就是夠用的 謝謝 謝謝